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EEP的UI 今天是第23期 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警告框的使用 这个太常用了 不管您是编手机应用 外部英语 或者说编一些这个Windows Form的应用 对吧 都离不开警告框 比如说用户输入的内容错误 校验信息失败 对吧 都会给用户弹出一个警告框 虽然不是很友好吧 但是呢 在重要的地方是需要这个空间的 iOS呢 也给咱们提供的警告框 咱们呢 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警告框的使用 Alert 其实不管您用哪种语言 对吧 VB也行 CShop也行 Java也行 JavaScript也行 这个iOS也是一样 警告框呢 逻辑呢 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画面显示的结构呢 也都不复杂 今天的代码呢 肯定也是很简单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哦 好 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 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大家请看今天的代码呢 真的是很少 对吧 咱们看啊 就这么一个入口的view 启动view 对吧 这有一个模板级的变量 带状态的布尔值 它就一个功能 是否显示警告框 如果这个变量是true的时候 则显示警告框 是false 就不显示 对不对 OK 那再看一下咱们页面上的内容 一个Vstack 居中对齐 20个间距 这都没说的 然后呢 一上来是个文本框 今天要显示一个警告框 对吧 下面是一个按钮 比如说 咱在做这个用户交易的时候 这个按钮 可能是这个login按钮 对吧 然后呢 当用户点击login时候 咱们会做一些交易 如果失败的话呢 可能咱们就掉这么一行 给用户弹出一个警告框 当然警告框的内容 在您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设置 比如说您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这个message 等于一些个内容 然后呢 把这个message呢 在下面传给警告框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警告框呢 就显示出了您的message 好不好 当然如果您要这么做的话 这message也应该定义成模板级的 带状态的尺寸型 好不好 今天为了给您简单演示 我就不做这个message定制了 好不好 OK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按钮 咱们点击一下之后 会收alert等于true 那么就会激活警告框 这警告框该怎么显示呢 大家往下看 有这么一个 thealert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第三数 和其他的 咱们一些空间都一样 有一个ispresented 这么一个属性 这个地方呢 它需要接受一个 布尔值的地址 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有dollar对吧 按照地址传递 其实就是数据绑定传递 对吧 那么会把这个值 传进去 它内部关闭之后呢 会把这个值 这种force返回回来 OK 然后这个警告框 有什么内容 有一个content 这个地方进行描述 很遗憾 警告框的区域 不能够自己去定制view 只能有一个alert 只能有这么一个alert的空间 或者说控这个alertview 不可以有其他 它呢 这个地方呢 规范的比较死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警告框的功能 你不能给它赋予太多功能 就是瞬间提示给用户 就这么一个功能 对吧 不要负许它其他功能 好 alert其实就是很简单了 一个title 弹出小框 对吧 那title显示什么 message message里面显示什么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关闭按钮 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需要定制 比如说 今天的我的这个 关闭按钮呢 就是一个按钮 点击去关闭 比如说你 弹出一个 是否 这甚至说一个三个内容的提示 根据用户 根据他当今的状态 选择不同的按钮 不同提示 这个地方呢 可以做多个按钮 这个在其他语言中 甚至包括外部开发 也都是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OK 这个就是警告框的代码的 简单的写法 咱们马上运行下 好 我这见个app 这警告框啊 确实还真是 也用得到 不过有了这个 很多的公司 他做这个 意外设计的时候啊 他避免用警告框 他可能用这个message框 就是说在屏幕上的某个部分 打印出来一条信息 也有这样的设计 如果您的这个 UI 您的公司的UI设计 设计出警告框了 您就用这个空间 如果设计出打message 那是其他的技术 对不对 OK 好 但是这个警告框的这个功能 您是应该要知道 好不好 代码拷贝 替换到这个代码的部分 preview 我一般的功能不用 所以把它删掉 然后按住command 加B键编译 应该是没有错误 OK 然后选择我最常用的8加 像每个公司可能 对应这个iPhone的客端的 要求是不一样的 有的公司可能 我只是对这个iPad优化就行了 有的可能对这个 直接对这个11以上优化就行了 这个每公司要求 可能都不一样 好 现在正在运行当中 启动之后 画面上会显示 一个test框 一个按钮 好 大家请看 这个警告框是红色的 为什么 这咱们都描述了吗 红色大标题 对吧 然后这个按钮 这个是一个按钮 按下之后 会弹出一个alert警告框 咱们试一试 弹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警告 观人不可以 对吧 OK 这就是警告框 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今天这个按钮 我只设了一个关闭按钮 这个地方您可以做定制 设成多个按钮 也是没有问题 是否包括一些选择项 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OK 这就是大概 警告框的使用方法 并它呢 作为一个知识点呢 您要了解 但是这个警告框 对用户来说呢 可能不算特别友好 并不会适用 所有的APP的UI设计 但是呢 作为一个知识点呢 您应该要知道 不是必须掌握 是您应该要知道的 一项技术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呢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 警告框 代码呢 也不是很复杂 我呢 会把今天的代码呢 都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志愿载参照